欢迎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德州中文台 我是王海波 时间很快 这就来到2023年上半年的尾声了 虽然还没有到端午节 但是呢 今天我在节目中 将为听众朋友介绍的一集内容 是跟端午节 这个节日有连结的 通常啊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会看看日期 是情人节 是过新年 也或者是中秋节 端午节 这么说吧 碰到一年三大节庆的时候呢 各种广播节目 电视节目 它都会印个景 但是呢 今天我在节目中 跟大家做的这一集呢 并没有印景 为什么 往往啊 你会发现这个 因为要印景 所以 像白蛇传 这样的故事呢 你就都会把它藏着 掖着 等着 非等到了端午节 才拿出来 白蛇下凡来寻找 真爱 结果 许仙给他喝了一个熊黄酒 他就现出了原形 你就得想在节日的时候说 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呢 你又穷找猛追的 哎呀 有哪些伸脚啦 或者是花脸啦 或者蛋脚 第一句唱了八月十五 哎 那你又觉得 你看 我做节目很认真吧 印景了 不过今天啊 我却要来说白蛇传 这个白蛇传呢 我主要是因为 想要拿川剧和金剧 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当年我在台湾的台义大 传统公益系 跟学生们讲课的时候 我把这两个剧种呢 做了一个对比 或者是他们的不同处 跟学生们分享了 你知道啊 你跟学生们讲 他根本不懂的 他或许根本不相信 这样的神话故事 可是呢 同样都是戏曲 为什么金剧和地方戏 他的演出不一样 连他的剧情都不一样 这就很有意思了 但是呢 今天因为我要播放的 通通都是金剧的唱腔版本 所以呢 川剧 我只能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他的剧情 我就不去找他的唱腔了 因为光是金剧 我手里面多的哈 我要播一个月都播不完 今天呢 也是精挑戏选的 虽然说 我只说川剧和金剧 但是在我的作业里面呢 也加上了一句 也加上了一句绍心戏 也就是这个戏呢 绍心乐剧也演过 而那天呢 我还正好在现场 我写的文字呢 就一行 是这么说的 在到雷锋塔的时候 青蛇集结了乡民们 拿着他们手上 平常耕作的家伙 这时候就要武器了哈 青蛇就带着这一批乡民 冲去了雷锋塔 用他们的真心 他们的念力 他们对白素贞的爱 终于把雷锋塔推倒了 救出了白素贞 目的是干嘛呢 目的是 让白素贞继续的 为这些乡民们之病 你看 特有意思吧 就是这么淳朴 这么直接 这么善良 这里面有神话吗 没了 因为有真情 所以梦想就实现了 雷锋塔是中国 十大古典悲剧之一 我们只看到了 是窦娥渊的悲 或者是赵氏孤儿里 赵家一门三百余口 都被斩杀时的那种悲 也或者是长生殿 这一出戏 宫廷里的爱情故事 也不是王子与公主 走向幸福之路 它也有生死离别 但是像白蛇传 这样的神话故事 它却也能代表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 的一个剧情 其实呢 这让我们看到 所有的悲剧 它可能都存在的 跟家庭 夫妻 母子 或者是妇女之间 所有的悲剧 我现在呢 先来说 川剧白蛇传 它的剧情和金剧 不一样的地方 例如说川剧的演出 它会有游湖戒伞 杰青 九便 稻仙草 金山寺 因为在这里面呢 川剧最主要的是 它要展现便脸的部分 白蛇传这个戏 你真要把它演全了 很难 而且呢 由一个弹角 会太累 一个派别 又不合适 所以呢 通常 这一出戏 会有 多个弹角 来分饰 白蛇传里 每一辙 不同的 段落 你比如说 刚刚我念的 如果游湖戒伞 它是有一个 正牌的青衣 来演出 就合适 可是呢 到了稻仙草的时候 多半都是由大舞弹 来演出 因为 这个白蛇呢 它为了救许仙 所以呢 它去仙山 盗取灵芝 只有灵芝 可以换回 许仙的性命的时候 那这个白蛇 正牌青衣 除非它从小也练功 不然的话 这一段 你就得 让给大舞弹 来演出 因为 这个大舞弹 它也可能绑锹 它不绑锹 它也得有四个下手活 陪着它打出手 这就不容易了 但是 金山寺 可能 刀马弹 舞弹 演出 但是 唱游湖戒伞的 正牌青衣 它也可以来 金山寺 为什么 因为多半大青衣 在戏校的时候 也都练过弓 也都会动一些 刀枪靶子 所以呢 在金山寺里面 它同样的 这个以唱文系为主的轻衣 它同样的可以胜任这一段 那么金山寺过后是属于断桥的部分 我们通常啊 看到唱弹角的 如果说 它在一些晚会 堂会 节庆的场合 如果它要轻唱或者是返场的时候呢 如果它不唱苏三起届 它可能就会唱断桥的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流水也非常的好听 所以今天呢 我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第一段 就是北京京剧院的一团团长 王荣荣演唱的断桥 这一段 你忍心的流水选段 请欣赏 待会再回来 你忍心将我海上 担扬家的清雄光 你忍心将我狂灾的伤心 你只愿你有随法海日常常 你忍心将我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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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忍心将我 你忍心将为枪 你忍心将我 你忍心将我 我忍心将你 继续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您收听 我是王海波 今天节目中跟你介绍的是 白蛇传 那么金剧和川剧 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呢 来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先看川剧的白蛇传 白蛇仙姑因为爱恋贵之罗汉 被如来佛长期囚禁 贵之罗汉也被贬入了凡间 白蛇被囚磨难 就非常的愤恨天归无情 愤然争断了枷锁 逃奔人间 看到没有 就告诉你仙界是不能恋爱的 可是呢 偏偏白蛇看上了贵之 那表示贵之也看对眼了 就是如来佛没有看对眼 所以呢 就一个呢 被囚禁了 一个呢 给贬到了凡间 就是让他们根本见不到面 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白蛇对爱的执着 对爱什么都能做出来 所以他逃奔了人间 就是姑娘我不作仙了 行吧 好了 在他下凡的时候呢 遇到了青蛇大仙 青白二蛇就开始对阵了 厮杀激烈 来了一场战争之后呢 青蛇落败了 但他们俩在对打的时候就先说了 就是如果我输给你要怎样怎样 你输给我要怎样怎样 所以呢 青蛇败在了白蛇手里 就甘心为奴 可是呢 青蛇是个男性 如果青蛇和白蛇一路同行的话 会引来眼光 会有很多性别上不同而产生的一些不变 因此呢 青蛇就幻化为女性 主婆二人结伴同行 这个时候啊 霸海蝉狮 还有蛤蟆大仙 他们也都奉命 下凡去追击白蛇 要把他抓回莲池 当然又得受罚 你想这个时候白蛇会担心被抓吗 所以川剧的第一段游湖借伞 这个金剧也演的哦 而且非常的美 这一段为什么 因为青蛇白蛇许仙 他们让你看到是在凡间两个人因为一场雨 一个戒伞而产生的爱慕 那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表演当中呢 因为有一个船夫 使得这一段看出了爱情又轻松 给观众呢第一眼就把白蛇传这个戏呢 带入了剧情里 游湖借伞 他在江南的西湖 如果听众朋友 在两岸开放后 到过杭州西湖 大家都看过那一个桥 那个桥呢都说你看这就是断桥 当然桥没断哈 都说好了 但是当你看到那个桥的时候呢 你对白蛇传有这么一对男女 他们的恋慕是在这个桥上的时候 你马上破灭了 因为那个桥一点都不美 那个桥一点都不壮观 那个桥人人都在走 没啥特别 但是剧情是从那里开始的 话说许仙坐船回家 遇见了下雨 许仙啊就是贵之罗汉 被贬下凡的一个凡人 虽然说许仙从姐姐家里面出来 带了把伞 可是他突然看到白蛇被淋着雨呢 所以呢就把伞借给他们了 这剧情啊 你会发现 从游湖借伞到杰青有点快 这个古代的人好像就是这样子 你看所有的戏都是一眼就定情了 在许仙去取伞的时候 小青就将他们俩人撮合了 两个人成了亲 结为夫妻 本来就是一见钟情的 当然就很恩爱 可是呢这个时候 因为发海禅师 还有蛤蟆大仙们也都来到了凡间 就想办法接近了许仙 给了他一道灵符 说在端午节的时候呢 把这一道符给贴在门上 然后呢 让白蛇饮下这个熊黄酒 就类似绍心酒之类的 就是它是黄色的 不是白酒 这个时候呢 白蛇就会现出原形 如果许公子你不相信 你就做这些动作 你就会发现 这个傻公子啊 虽然他爱他的妻子白素贞 但是他的耳蝉 他相信了这些话 他做了这些动作 白蛇在喝下酒 没有多久之后 果然就现出了原形 好 这里我要打住 为什么呢 因为哈 白蛇为什么会喝了酒之后 就现出原形呢 因为他怀孕了 所以呢 他的功力在一点一点的减弱 因为他肚子里面 有另外一个小生命 还有呢 在许仙给白蛇喝酒的这一刻哈 舞台上呢 是有道具的 就是白蛇呢 是在布帘子里面 许仙把酒递进去 白蛇喝了 喝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啊 舞台上就开始 有灯光效果了 做一点干冰 喷雾 许仙一看 哇 里面不是他的白娘子 而是一条巨大的蟒蛇的时候 吓晕了 可是哈 金句有的时候呢 只是异象的 一下带过 后来也开始做了一些 比较写实的一些画面 但是穿剧就不一样 他一定会把这里给做大了 让观众可能看到的是 人演出的一条大白蟒蛇 也可能像什么的 就像这个舞龙舞狮这样一长条 然后在眼前晃一晃 灯光哗啦哗啦 五颜六色的照一照 一条蟒蛇 就是这个戏你可以把它做音效 做声光 做舞美 做道具 可能给观众的画面感 代入感会更强烈一点 好 这一段呢 我就只能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呢 要为听众朋友播放的 这是一段很经典的唱段 也是赵燕霞当年的改编 至今这一段无人能及赵燕霞的演唱 在何波这一段里 对他产下的娇儿所演唱的一段 非常非常好听的旋律 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 也再一次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我是王海波 下次见 请听赵燕霞的白蛇 请听赵燕霞的白蛇 六面 第一左右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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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为 连 iform 温 似 差不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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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出了下 我 看 住 上下 你这笑话 过来不爱 先知说 估计应该来放 好不爱 复养就暗如碧云 为你放着一衣伤装满 一小鬼 春夏的秋冬雪 一决飞在 两叶层尾 八十五尾尾尽 一创到十四 一叶鬼 春夏的秋冬雪 一叶ジャ 一叶蛎狼 三野式 三野 一叶 祝你 要在我的夫妻 夫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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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